娱乐圈里,有不少的明星年纪轻轻就去世了,他们相有着大好的前程,没想到花一般年纪却早早逝离。 上个月韩国明星金中学,因为受了不了一月的折磨,选择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,实在令人惋惜。 2018年刚刚开始,没想到娱乐圈里,又一位年纪轻轻的演员,永远都离开了我们,一月一日黄苗的朋友就出现了不幸一条信息。 大家好,我是陆小妖,感谢大家对苗哥哥的关心。 王苗于2018年,一月一日中午12点24分离世,感谢所有人对他生前的帮助与支持。 此消息证实了,王苗已离世,谁能想到在12月9日,还在微博上说,要重新上学,要成为一名科学家的王苗会突然离世。 翻开他的微博可以看到,其实他的身体早就发现了问题,只是他一直在坚持拍,他用自己的阳光面对病魔,却没想到最终还是被病魔夺出了年轮的生命。 微博,上满满的是他生前,与病魔保证的文字,但他却永远不在了。 这位保守病痛折磨的年轻艺人,有点像《滚蛋把肿瘤军》里的主角熊躲。 本是乐天派漫画家,是因患癌症身处人生最艰难的时刻,但他却为小个命运抗争。 可惜最终还是敌不过癌症,王苗身上发生的故事与《滚蛋把肿瘤军》的主角一样,他们对生命充满了希望,乐观的面对病魔,却没想还是病魔残忍的夺走了生命。 虽说王苗的名气不如娱乐圈里那些一、二些明星,但他却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演员,无论什么角色都认真演绎,成病期间工作也没落后,坚持工作。 他最新参演的研制电视剧在台刚刚杀青不久,没想到戏剧还没开播,他就已经悄悄的离开这个世界,令人唏嘘不已。 现在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,竞争压力越来越大,生活节奏越来越坏,为了让自己适应社会,不被淘汰,人们只能让自己的时间更加紧凑,这样往往忽略自己的身体健康,而在的娱乐圈更是如此。 表面风光的明星们,实际往往承受着常人不能承受的工作压力和工作时间。 近几年演艺圈太多的明星被癌症夺走生命,他们曾经创作过的作品深深的印记,在每个喜爱他们的影迷和歌迷的脑海里,但他们却早早的离开了我们。 看着娱乐圈,看着娱乐圈之间因为癌症离我们而去的明星们,不让人惋惜,更让人疼心。 同时,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警醒,我们要更真爱生命,原力至爱恶习,做好科学看来,真爱生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